就是因為看到大陸辦的太成功 美國政治人物跟媒體就覺得很礙眼嗎 我們來看到北京動畫會的轉播商 也就是NBC 他現在被你美國媒體給挑剔 說你怎麼沒有深入去探討 中國大陸政治問題呢 大家還記得嗎 北京動畫會開幕式的時候 有一幕就是維族少女擔任活聚首 所以NBC的主播 格斯里他說這個安排 就是大陸發出的一個聲明 打臉了西方國家 In your first response 而且這是一個真實的訊息 A real message 沒想到結果呢 美國各方勢力果然就頂著怎麼 盯著你NBC怎麼報導 你怎麼沒有去批評中國大陸呢 所以來看到的是美國華盛頓郵報 15號他甚至就有發文說 一方面坦承 NBC對於北京動畫會的報導 跟往年賽事並沒有什麼不同 一方面又指責了NBC 其實在轉播北京冬奧會賽事的時候 沒有深入探討政治的議題 針對這些指責呢 NBC的體育發言人克里斯 麥克洛斯基 他的聲明當中說呢 目前觀眾啊 正在收看的是奧運賽況 他意思就是說 不是在看政治talk show吧 另外呢 華盛頓郵報還說呢 NBC在對於冬奧會的鋪天蓋地報導當中 對大陸的不當行為喔 他說不當行為卻幾乎是保持沉默 文章所稱的大陸不當行為仍然是什麼呢 新疆種族滅絕啦 西藏的壓迫啦 香港鎮壓大陸入侵台灣的威脅 這些被說是成長爛詞嗎 那報導有說呢 轉播奧運賽事的是NBC的體育頻道 而不是呢 所謂的新聞頻道 那跟以往的奧運賽事呢 其實是一樣的啊 每次都一樣 為什麼這次特別要這樣講呢 那他說NBC呢 將有關大陸跟冬奧會的棘手問題喔 棘手問題留給了新聞部 那本來就是應該如此 他是體育台 為什麼體育台要評論政治呢 那但是呢 華盛頓郵報就是這麼說 而且還說 把他的跟黃金時段 冬奧會的賽事來進行分開 報導有坦承啊 美國的奧運賽事的轉播 不是關於地緣政治問題的研討會 就像是比如說超級杯的轉播 通常也不是討論足球 跟創傷性腦損傷 或者是家庭暴力之間的問題的論壇吧 但是你自己 文章就有點在自打臉 他文章同時又說 有鑒於北京冬奧會 可能是近期奧運史上 最具爭議跟政治色彩的一屆 這個爭議跟什麼的這個說法 這都是美國在炒作的 然後呢 他就說NBC 對於大陸的問題的迴避 令人震驚 文章啊 甚至還頒出了什麼 加州太平洋大學的教授 朱爾斯的話說 要求NBC呢 同時報導精彩的體育賽事 還有更廣泛的政治背景 並不過分 那你覺得過不過分呢 你覺得報導體育 還要順便談論政治 有道理嗎 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其實呢 說到美國對於大陸敵意呢 連美國企業也遭殃了 像是呢比如說幫忙北京宣傳東澳的美國企業 就遭到出征 這是呢總部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VP Media公司呢 因為他接受大陸政府的一些聘請 組織那些網路的紅人 在譬如說TikTok啦 Instagram啦 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上 發布有關中國大陸跟北京冬奧會 積極的訊息 都不能發表這些東西嗎 他說只要是積極的訊息 結果呢 遭受到了美國主流媒體跟政客 甚至是印度媒體的攻擊跟騷擾 面對呢幫助大陸宣傳的質疑 這個公司的起始來看到 負責人 也就是呢瓦斯 賈斯瓦爾 他對於呢 環球時報也接受專訪 他說針對北京奧運會的反彈 還有消極聲音令他十分不安 他說在美國社交媒體上 冬奧會很受歡迎的 人們又不是傻子 沒那麼容易就被愚弄的啊 他也說他自己很喜歡看呢 社交媒體上 大陸年輕人拍了很多視頻啊 比如說在TikTok上呢 他看到了普通中國人 還有呢一些更年輕充滿活力的中國 他還說呢奧運會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全球性的體育活動嘛 而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它是人們的活動 而不是政治家的一個活動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會選擇參與這項項目 我想跟其他人一起為某種形式 參與奧運會而感到興奮跟快樂 所以他說我們不會發布任何有關 政治的訊息 從本質上來說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維護奧運會 作為全球體育盛事的一個尊嚴 所以呢對於北京東奧會的反彈 還有消極的聲音令我十分的不安 事實上呢奧運會啊 是由國際奧委會管理的 對啊它又不是你美國中國大陸 或印度或某個國家來辦理 它是全球的 他說我不明白說為什麼所謂的抵制 到底原因何來呢 我也完全不理解 為什麼有人會對他發出了攻擊甚至是死亡威脅呢 很多人根本都沒有看過我們的作品 我覺得他們看到一些過度反應 選手阿舍利 考德威爾 他跑向了什麼 跑向中國大陸選手 徐孟陶 徐孟陶真的很讓人感動 他是四屆的老手了 他終於在中國的家門口得金了 結果美國選手跑過去向他進行祝賀 抱在一起 緊緊相擁 這一幕呢感動了許多人 中美在那邊對抗 但是體育就是體育嘛 這一幕感動了很多人 就奧林匹克的賽場上 不僅呢有輸贏 更有超越國界的友誼跟善意 所以因此呢 美國體育的評論員 湯姆凱利 他評論文章就說 這就是體育的真諦 The true meaning of sport 那開篇呢他就特別提到說 情人節的這一天的晚上呢 在張家口啊 雲頂的滑雪公園 自由式的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決賽的終點站呢 有歡笑也有淚水 真的太感動了 中美運動員相擁而泣 那一刻呢 似乎世界的喧嘩 還有混亂都被擱置到一旁了 你看體育選手幫你上了課 一場本來是應該團結人類的冬奧會呢 再度讓各界看到政治人物是怎麼 操弄體育的 尤其是美國跟日本的媒體 還有政治人物不斷的操作 反中情節啦 導致美日的民眾也升高了反華情緒 為了一堵日本滑冰選手 羽生結弦的本尊風采 大批大陸粉絲 擠爆記者會場外 羽生結弦記者會後 還特別錄製影片感謝粉絲支持 預計將在20號參加表演賽 時隔8年將在大陸重現經典曲目 歌劇魅影 羽生結弦魅力橫掃北京冬奧 也證明了在運動世界粉絲對選手的熱愛 無國界之分 中日兩國之間曾有的愛恨情仇 當聚光燈打在選手身上時 似乎也顯得沒有那麼重要 我也很享受這次比賽 希望我能把我的這種快樂 傳遞給所有人 大陸17歲的雪板小將蘇一鳴 在冬奧會上男子大跳台項目摘下金牌 人氣水漲船高的同時 外界也關注到蘇一鳴的教練 佐藤康宏來自日本 而兩人在蘇一鳴摘金後 互相擁抱又哭又笑的感人畫面 這一幕引起中日媒體刷一排讚 佐藤康宏特別表示 希望透過體育運動 建立起中日體育的友好橋樑 從雨聲節弦到蘇一鳴 就能看出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互動 因為北京冬奧出現近幾年來 不曾出現過的熱度 但在冬奧之前 日本右翼政黨卻透過媒體報導 新疆議題以及疫情溯源 而華盛頓郵報更批評 美國冬奧轉播媒體NBC 在北京冬奧會的全方位報導中 對大陸的侵權行為幾乎保持沉默 顯然華盛頓郵報很難 將政治和體育劃分清楚 你喜歡這件事嗎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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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的 很棒 這是中國的 很棒 而先前就有報導指出 北京冬奧在美國創下收視新低 也被美國媒體拿來大作文章 跟新疆議題疫情控制扯上關係 但其實根據奧林匹克廣播服務公司統計 北京冬奧會在全球社交媒體上 吸引超過20億人次關注 新華社分析主要關鍵在於 運動員將大陸真實的一面呈現在社交媒體上 讓觀眾看到冬奧會上團結的真實寫照 的確你也支持體育可以作為團結人類的橋樑嗎 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比如說大陸17歲的小將的蘇毅明 在北京冬奧會的單板滑雪男子大跳臺決賽當中一舉奪冠 成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冬奧的金牌獲獎者 日媒日刊體育就報導了賽後蘇毅明 跟日本籍的教練佐藤康宏 又哭又笑又擁抱的感人畫面 所以來看到佐藤他有特別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希望能夠透過體育運動 能夠建立中日的體育友好的橋樑 你看這句話講得太有意義了 日刊體育15號有報導說 17歲的大陸小將蘇毅明其實是怎麼樣呢 從4年前開始才開始接受了日本教練 佐藤康宏的指導 佐藤曾經在採訪當中又表示說 他當初對於要來大陸這件事情 是舉起不定的 他也有過糾結啊 但是讓他下定決心的就是蘇毅明 蘇毅明給他讓他感受到說是真心信任我的 他不像是一個只有17歲的少年真的很棒 佐藤還稱讚他說普通人要花10年的程度 可能才能夠達到他這樣的程度 蘇毅明花了三年半就做到了 日媒指出來說比賽的時候 蘇毅明其實每一次都要怎麼樣呢 出發前都必須要擁抱佐藤 你看好感人 15號他當然也慣例是這樣子沒有變的 賽後他直接跑到佐藤的面前 兩個人又哭又笑擁抱在一起 領到金牌之後呢 蘇毅明把這個金牌掛在佐藤的脖子上 兩個人又抱在一起 流下開心的淚水 佐藤呢拍了拍 蘇毅明的肩膀說 這是你的 蘇毅明接話說 這是我們的 這一幕呢 引發了日媒的熱議跟點讚 佐藤曾經有說過自己啊 被蘇毅明感動到 希望兩人能夠繼續保持師徒的關係 他特別指出來說呢 希望透過就是體育運動呢 能夠建立起 中日體育友好的橋樑 許多日本網友也被兩個人呢 師徒情誼給打動了 有一些網友就留言說 恭喜恭喜 小明做到了最棒的滑行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比賽 現在也能夠想起來 師徒賽啊 兩個人是怎麼樣呢 在賽前就抱在一起的感動畫面 謝謝你佐藤 跳第三次的時候呢 我看到了佐藤都哭了 好感動啊 真的謝謝你 那小明跟佐藤 帶給我們那麼棒的感動 所以看到呢 其實日本呢 橫濱國立大學的特約教授呢 劉慶斌 他也則是寫了一篇說 日本民間對華的好感 怎麼通通被周閉住的文章 他提到說呢 譬如說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 對於當前的中日關係而言呢 在政治跟新冠疫情等等的 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呢 政府層面跟民間層面 給人的印象 幾乎都像呢 當前的北半球所處的冬天一樣 等待破冰哦 而且呢 恰逢北京冬奧會 中日民間的互動讓人有了 在之前媒體報導跟互聯網輿論當中 不曾感受到的熱度 他也提到說 與生結閒嘛 這位呢 自帶光環的世界級的運動員 雖然他沒有拿到獎牌 但是他的運動精神 還有對記憶的追求 還是在中國大陸這邊獲得了很大的讚賞 全球華人也給他很大的關注嘛 相信他呢 也為了中日兩國的粉絲們 拉近了心理上的距離 他也觀察到呢 與生跟東奧的吉祥物 冰敦敦啊 所以呢 有個很密切的聯繫 被稱為是義敦敦的日本記者呢 石剛義堂 他就是被問及啦 說到所謂的雨聲的時候 他自己曝光了 好喜歡冰敦敦 也為了冰敦敦在世界上走紅 貢獻了一份力量 在日本呢 就被說呢 其實跟冰敦敦相關的商品 被炒高了價格好幾倍 當然 也許是因為疫情之下物流關係 不通暢的關係 但是他說呢 假以時日 他相信有更多的冰敦敦 會登陸日本列島 會日本帶去冬奧的喜悅 還有中國人民的友誼 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呢 日本內閣府 有公布外交的問題 民意調查的結果呢 其實有特別顯示說 日本民眾對美國 還有呢 對於大陸的惡感 對美國是好感 一個是好感 一個是惡感 都達到了近年來的頂峰 他認為這為什麼呢 會是這樣子呢 民間其實中日之間 沒有那麼的大的問題啊 他說很可能都是因為 日本媒體 還有呢 日本右派的精英 政治化操弄的例子 他提出兩個例子 比如說呢 數萬日本民眾參加的 雅虎日本網站 對於北京冬奧會 開幕式的即時打分哦 高達60% 給了10分的滿分 大多數人都認為 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 超越了東京的奧運會 可見的日本觀眾 大多都是有理性的 還有來看到2月13號 北京雪花紛飛 前幾天呢 其實還抱怨北京少雪的 這個日本大部分的媒體 現在又開始抱怨說 下雪帶來的不便 已經有10多年歷史的北京 東京論壇 其實也一直對於中日 雙邊的民意進行了調查統計 在去年的時候呢 日本對華的好感度 跌到了新低點 但是呢 有一項新的調查說呢 只有19.6%的日本受訪者 認為呢 是怎麼樣 日本媒體在涉華報導當中 發揮的是積極作用 非常低啊 很多都是負面的 但是呢 中國呢 則是有83.7%的受訪者 認為大陸媒體 在涉日的報導當中 是發揮積極的作用 而被問到呢 是大陸對於日本 是否很重要的時候 80%以上的日本受訪者認為 大陸對於日本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呢 劉慶斌老師他就特別說 日本對華的惡物感 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日本媒體 刻意去炒作出來的 他也提到說日本官方啊 對所謂的新疆種族滅絕的議題 其實一直都是很謹慎的 但是呢 在美國的指揮棒一揮下來 日本一些媒體啊 就開始對日本民眾洗腦了嗎 因為媒體的瘋狂的轟炸之下 導致呢 認為大陸重要的日本國民 常常被日本的媒體導向說 中日關係惡化了 那所包圍了 所以呢 他保持一些惡感 對中國大陸有惡感的 但是呢 這個老師就說 青山遮不住 必進東流去 因此他始終堅信呢 中日關係的歷史邏輯 跟經濟的規則 不會因為政客跟媒體的操弄而改變 北京啊 冬奧會呢 開幕以來 冰墩墩一直都是賽場以來呢 最佳的亮點 甚至有不少購物者呢 在寒冬當中漏夜排隊對不對 為了就是這個可愛的冰墩墩 但是呢 國際奧委會的官方推特日文版呢 其實發布了有一張 韓國冰湖女運動員 金錦兒的在賽場當中 推冰湖時的首部特寫照 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張 他呢其實是做了什麼 做了冰墩墩的美甲 在大拇指上呢 有一支很可愛的冰墩墩 國際奧委會呢 其實還有配文表示說 是你嗎 冰墩墩 這張照片也引發了 廣大的外國網友點贊跟熱評 來自於全球的網友稱讚說 冰墩墩就是無所不在人氣爆棚 北京東澳還有冰墩美甲服務嗎 真的好羨慕 由此可知呢 冰墩墩的人氣真的很不小 所以呢另外再來看到呢 是關於 中韓的短道速滑競爭很激烈 在13號晚間進行的男子短道的速滑 500米的半決賽當中 武大進遺憾無緣決賽 解說員提到說 武大進沒有辦法進行決賽 是因為受到了黃大縣抬刀干擾了 比賽結束之後呢 黃大縣的國外賬號甚至呢 一度發了2019年平凡無奇的動態之下 居然涌了近400萬條的評論 他隨後也把賬號給關閉了 黃大縣成為在冬奧期間有負評的形象 成為熱搜榜 再來關係呢是國際焦點 中美誰才扮演大國該有的樣子呢 尤其美國是不斷的煽動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 但事實是 美國你自己怎麼樣牛皮吹破了 大陸呢則是希望不要激化局勢 希望呢穩定烏克蘭的局勢 所以您認為呢 美國跟中國大陸做法 到底誰才是大國該有的樣子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來聚焦是呢16號的時候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跟法國總統馬克宏通電話 其中呢馬克宏當然就先介紹了說 當前對於烏克蘭局勢的看法 習主席呢則是有強調說 有關各方應該堅持政治解決的大方向 充分的利用 包括洛曼蒂機制在內的多邊平台 透過呢對話協商 尋求烏克蘭問題的全面解決 其實啊針對俄羅斯國防部 15號不是有宣布呢 部分的俄國的軍隊完成的軍演 已經撤離邊境回到原駐紮的基地了 但是美國啊都還在指控說什麼 說你這個俄羅斯是說一套做一套 沒看到俄軍撤回的證據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趙 呃 汪文斌他說 西方你不是不斷的炒作戰爭威脅嗎 只會限縮對話談判的可能性 我注意到今日 俄方表示 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 實行了信息恐怖主義 2月15日是美西方宣傳失敗日 必須指出 正是美西方一些人 不斷煽動散播虛假信息 給這個原本充滿挑戰的世界 增加了更多的動盪和不確定性 加劇了不信任和分裂 我們希望有關方面 停止此類虛假信息攻勢 多做有利於和平 互信 合作的事 好 我們再回到中法元首通電 馬克宏其實還向習主席 還有中國人民質疑虎年新春問候 祝賀北京冬奧會的開幕是精彩成功 表示中國大陸能夠在當前情勢之下 如期的舉辦北京冬奧會 真的很不容易 法方始終支持 而且繼續全力的支持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取得成功 習主席則是像馬克宏 還有法國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 他說北京冬奧會如期順利舉辦 說明什麼 說明國際社會心向和平 團結跟進步 祝賀法國運動員取得佳績 習主席也特別提到說 2021年我們兩次通話 兩次共同出席了中法德的領導人視訊峰會 積極推動的是雙邊關係的發展 我們努力取得豐碩的成果 去年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了800億的美元 中國大陸跟法國的進口農產品的總額 同比增長了40% 新的一年到來了 中法雙方應該延續的是 積極健康向上的主要基調 本則就是互相尊重 平等相互對待的原則 加強各層級的對話交流 增進了解跟互信 那推動的是中法合作取得新成果 習主席還說 今年法國擔任了歐盟輪值主席以來 其實對於增進歐盟的團結 加強歐洲戰略自主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說我多次強調 中歐應該要秉持正確相互認知 堅持的是相互尊重 對話合作 互利共贏 中歐雙方應該共同努力 要凝聚最大的公約數 推動是什麼呢 推動中歐的發展 得到了新的進展 中國大陸願意跟法國呢 一道推動是中歐領導人的會晤 而且成功舉行 共同辦好新一輪的戰略 經貿 數字 綠色 人文高層的對話 推進重點來了 中歐投資協定 批准生效的進程 能夠切實匯集雙方的人民 那馬克宏他也說呢 當前的國際局勢 是充滿了很多的緊張的動盪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呢 法國更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 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法國呢 對於近年來 法中兩國在什麼 技術 農業 航空 還有核能等領域的合作 取得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而且呢 其實呢 他也願意跟中國大陸呢 在探討包括疫情的影響 加長人員的交往 增加的是友誼的互信 深化 互利合作 作為今年上半年 其實是歐盟的輪值主席 法國呢會怎樣 全力來推動 歐盟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積極議程 跟中國大陸呢 共同努力推動的是 歐中的領導人 會晤能夠取得成功 而且推進的是 歐中關係向前發展 希望呢 歐中投資協定能夠批准成效 兩個人都提到了 歐中投資協定 進行成效 而且呢 兩國元首還要對於雙邊合作 達成很多的攻勢 比如說呢 能夠進行中法戰略對話 空間分組會議 網絡分組會議 積極展開極地 海洋對話等等的 另外呢 針對烏克蘭的危機呢 中天成為全台灣第一家的媒體 跟CNN特派烏克蘭記者對談 本台記者譚若宜 Teresa呢 跟記者來進行提問 外界報導 俄烏局勢不斷的升溫 烏克蘭的生活是否受到改變呢 或者是一切如常 一下是我們主播 Teresa 譚若宜跟CNN的對談內容 Red News and Seed News says that Ukraine and Russia's tension is escalating but right now you're in Ukraine, right? And I just saw your Twitter I read on Twitter You post this hot dog Looks like delicious So how's life in Ukraine? Do people still live like normal? Yes, the hot dogs are delicious The food here is delicious The biggest issue right now from what we're hearing from Ukrainians when we talk to them is this threat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Now in Ukraine the government here has not had the same warn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O officials have had They've taken a much softer approach They've essentially said Yes, Russia is here Yes, Russia has a large military force on our border But Ukraine has been fighting a war against Russian-backed separatist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its country for several years And Ukrainians will say We've been living with Russian aggression and Russian possibility of invasion for years now for decades So in the country it is very much an attitude of keep calm and carry on So life is going on as normal here There have been rallies There are drills to prepare for an inva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schools are open businesses are open night life is open And so you have a mixed signal The Ukrainians ar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They're also living their lives as norma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ome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s going on in the country as well If there were to be an invasion 拜登 因為烏克蘭局勢已經蠟燭兩頭燒 現在前總統川普也要回來了嗎 因為煽動國會暴動的嫌疑 遭到了Twitter等各大社群媒體封殺 時隔一年他也準備好要重返社交的媒體 他在自創的社群平台 真實社群上發布了第一則的貼文 他說可以看到真實社群的版面 跟Twitter的風格其實有點類似的 不過Twitter的藍勾勾變成了紅色 川普在這一篇貼文上寫著說 準備好你們最喜歡的總統即將回歸 Get ready your favorite president Well see you 他即將回歸了 這張貼圖其實是由川普的兒子小川普 透過Twitter分享的 所以你也期待川普回來嗎 一起來互動一下